NUCOINS 168.com 一个赚钱的网站 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3月21日星期三 我是主持人王蒙宇 欢迎大家收看第117期的NUCOINS 168 比特币大赢家 一档紧跟加密货币赚钱契机的节目 今天数字货币市场整体下跌 比特币价格下跌0.72% 截至发稿前报价为8836美元 首先我们先请中文投资网的编辑Sina 为我们分享加密货币市场的新闻 和相关期货概念股的表现 硅谷著名企业家杰克·多尔西称 比特币未来10年内将成为互联网中 唯一的全球货币 其重要性将远超美元 多尔西认为分布式记账 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 未来将成为主流 世界和互联网都将最终拥有单一货币 而这单一货币很大可能会是比特币 Stella创始人之一杰德·麦·卡勒布称 加密货币未来将改变全球支付系统 筹款方式和股票市场 卡勒布预计未来股票等非密码资产 将通过相同的技术进行数字化 卡勒布于2014年创立了Stella 目前担任首席技术官一职 Stella币的价值于去年一路飙升 成为市值最大的10个加密货币之一 此后随着近期加密货币市场 抛售现象的产生 Stella币下跌34%至23.8美分 据悉信用卡巨头万事达卡声明称 未来或将采用加密货币 其公司称希望只提供全面监管的 中央银行发行的非匿名硬币 虽然这种硬币从各个方面讲 都不能算作加密货币 并且目前尚不存在 与其形成对比的是 另一信用卡巨头 Visa卡对加密货币的否定态度 VC卡上周称加密货币的采用 未来会对信用卡公司的主导地位 造成威胁 比特币期货方面 截至发稿时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 今年3月交割的比特币期货合约 SBT下跌1.22% 报8910美元 交易量超过3799手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ME 今年3月交割的比特币期货合约 BTCF报8905美元 交易量1637手 比特币概念股方面 比特币ETFGBTC下跌0.75% 报14.49美元 主板比特币概念股 OSTK上涨1.61% 报47.2美元 SNT下跌1.23% 报12.04美元 GOW无波动 报2.73美元 RIOT下跌0.86% 报7.95美元 此外 OTC市场比特币概念股 今日涨跌互线 截至发稿时 BITCF上涨1.2% 报0.42美元 MGTI上涨3.37% 报1.84美元 BTNC上涨3.78% 报0.002美元 GLNNF上涨2.34% 报0.511美元 好的 谢谢今天的新闻 及行情整理 接下来我们请到了 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 Briant 为大家解析几大加密货币 近期走势 Briant 您好 好的 主持人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特币的走势 那截止到目前为止 比特币的走势 已经走出来 四连扬的一个走势了 那从3月18号开始 连续系统性 不断向上拉升 那为什么会在 这个交易日 出现一个 预阻回落呢 主要是上方的 这个阻力比较明显 上方8和200日 周期均线 是做了一个 比较强的一个 汇合 那这个会合 给比特币造成了 很大的压力 那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是 收出了一根 差不多是十字星 这个十字星呢 目前的区间 是在8天均线 到50天和200天 均线的一个会合点 可能会去一个 横盘的整理 在日线的角度上来看呢 比特币 仍旧是一个 反弹的走势 是向下跌破200日均线 向上出现的 一个反弹走势 那么下方 再往上的一个阻力点 是50日均线 是9 大约目前的点位 是9400点左右 所以日线形态上 还是反弹 并没有确定反转 我们呢 在日线角度上 还需要更多的关注一下 那我们回头 看一下30分钟图形 30分钟图形上的 比特币就比较乐观 属于一个底部 大力的拉升之后呢 我们看到底部 有成交量的一个放大 代表底部有资金在关注 那么同时呢 今天是走出了一个 上行的趋势线 那我们会认为 上行趋势线之内 股票出现一定的回调 是属于一个 非常正常的一个走势 这是比特币的一个 上行趋势线 在今天盘中时间啊 是碰触到上方的 这个阻力高点 然后出现了一个回落 只要比特币呢 还能维持在这个 上行趋势线之内的话 我们就会认为 这个上涨的态势 会继续的延续 尽管日线图形上 还没有确认反转 但是每一个日线 都是由很多很多的 30分钟构架而成的 所以呢 在30分钟图形上 我们还是可以比较大胆的 向上去看涨比特币 但是啊 如果向下跌破了 8700点 或者8600点 附近的这个整理区间的话 比特币呢 可能会去进一步的试探 前期7400点 这个地方的支撑 所以8600到8700 附近的支撑 是比特币 目前我们关注 比较重要的点位 那上方 正好打到9100点附近的位置 出现了一个预阻回落 这个9100点 是我们之前 跟大家强调过的 一个比较重要的阻力 那接下来 重点关注 9100点 只要能站稳 并且突破的话 比特币进一步 向上走高的概率 就会非常非常高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分析师 Briant 今天的比特币采访 继续为您带来 硅谷风头大亨 Tim Draper独家专访 亚洲一些国家 都曾经限制过 加密货币 Tim Draper觉得 政府应该坚持 还是松绑尽命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对于中国人 达尔致 支持 达尔致 对于中国人 对于中国人 达尔致 blockchain 我认为 对于 中国人 国人 国人 就说 说 no we're going to make it illegal and then the koreans came back and said what this is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and they there are two hundred thousand petition signers and they complained and they finally the government said oh okay okay we'll make it a little more legal and maybe we'll regulate it a little and by the way that was south korea that's supposed to be the free part of korea i don't get it um uh in china i am shocke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just let the government just go oh it's illegal and too bad i mean there are a billion of you you know it might be time to sort of stand up and say wait hey we want this this is a part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if you do stand up and open up you know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uh i think you've got a really great extraordinary group of entrepreneurs that will stay in china right now they're leaving right now all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s who are tied to bitcoin blockchain ethereum they're all moving to japan where they're accepted or the u.s where they're accepted uh and it's a shame because there's some amazing chinese entrepreneurs that are going to lose out so do you thin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bably they will rethink or regulate the policy i think they should rethink their policy because uh they they might have a revolution on their hands otherwise